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的课程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内容基本上已经能够做一个展示了 但是我们的项目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 它不会爆出一些异常 能够正常的处理一些错误方面的内容 包括我们上一讲当中也说到有一些内容 我们还需要一定的完善 OK 那咱们这一讲就对我们的程序 做一个见状性和这样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那么增强程序的一个见状性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上一讲当中 我们在首页当中 我们访问的时候 我们的参数没有去获取 没有参数page和table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OK 那么比如说我们 如果我们的参数没有处理 那么它的访问路径呢 就是type是undefine 然后page是undefine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如果都是undefine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所以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就是如果我都没有的话 那我默认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应该这个地方我就应该是这样 都不要了 保持它是在第一页的内容 这样一种 如果在我们的总页数 那我们也要做一个处理 我们总页数 那我们现在呢 去把我们之前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完善 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总页数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吧 OK 那我们再接到上一讲的这个例子呢 我们继续做着走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这个index里边呢 并没有做一些处理 对不对 那么没有做一些处理呢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呢 request在这儿 那么我先 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vrtable 然后呢 它是request的 我们是curie的table 然后呢 vrpage 然后呢 等于req的 curie.page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 如果 我们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相当于 我们是把这个request的page呢 就加过来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哈 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 我们相当于是要这样写 request的url呢 它应该是要等于 我们应该是加等于 这样写吧 就等于requesturl 然后呢 要加上一个问号 对不对 怎么写呢 问号table 然后等于table 然后呢 再来一个at 那么page 那么等于page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request呢 就可以做一些响应了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做分页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 进行一些分页的一些操作呢 对吧 OK 咱们呢 再来刷新一下 他说 这个地方呢 无法读取的这个属性 是page undefined 这就是说 我们在首页的时候 page undefined的时候呢 是没有起到作用的 那这个地方 如果咱们这个地方是 page等于 all at page等于1 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是第一页的内容 对不对 这个地方应该说 这样写 这个地方呢 它会说到我们的page 并没有定义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要做一个 对它进行一个扩充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q-u-r-y ok ture der page 咱们这个地方应该 再来访问一下 刷新 这个页面呢 因为这个地方参数是带过来的 所以它可以访问 但是如果我刚才呢 把这个页面全部去掉的话 就会出现 我们刚才呢 在我们 说的那个内容呢 没有去解析 现在大家看到哈 这个翻页是可以的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解决 这样一个问题 就这种情况 相当于我是访问的是第一页 对不对 现在但是 它是要报错的 报错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呢 就要在我们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处理 怎么处理呢 就是 如果 它的 page 不等于呢 on define 并且呢 page 也不等于呢 ondefine 那么呢 这个的时候呢 我再给它做这样一个 做这样一个处理 否则的话 我是不做这样的处理的 那 它都不等于ondefine 那么才把它加上 否则的话 我就请求第一个页面 OK 那咱们呢 再来 看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3w 我怎么 nookhost 3000 ok nookhost 3000 那么我们现在在 第一页上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些内容呢 都是可以调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 如果我到首页 那么首页它是第一页啊 第二页 哇 这个地方我刚才输了一下 大家不要 不要看错了 这个地方我们再刷新一下吧 这样的一个列表 大家看这下边就行了 这个浏览器好像有点问题的 上面也不显示 大家看到我鼠标放上去 我们的那个左下角啊 10页 11页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解决刚才说的那个 Nookhost 的3000 这种情况 就是可以访问的 它是默认到第一页 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到最末一页去 大家会看到 到最末一页的时候 它又出现了问题 到最末一页的时候 它又出现了问题 到最末一页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这个地方 到最末一页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大家会看到最末一页 它我们刚才啊 去获取到的是这样一个 里边这样一个内容 就是说 我这里边呢 是 我们去获取了这样一个 Pagination里边呢 最后一个 LI里边的这样一个A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A标签里边的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 我们如果是说数字的话 你看 这里边哈 其实是空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要特别去 处理一下 怎么去特别处理一下 就是在我们这个 Cinode里边 Cinode里边啊 要处理哪些内容呢 OK 就说我们现在呢 在我们的 获取的这样一个参数 获取的参数的时候呢 如果 这个内容哈 我们获取它的页数 如果它 没有定义到 就是我们 它没有HREF 那么 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可能 就会有一个错误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要做一个 判断 这个判断呢 我这样吧 直接从我们之前的项目里边 写过来就行了 这个地方呢 我写过来给大家 稍加说明 就行了 Public 我们是在那个Spider 之前是写到这里边的 OK 这个地方呢 注意一下 这里边怎么处理这个地方呢 好 咱们呢 把这个地方呢 就靠过来 OK 这是LastPage啊 这里 这个地方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呢 获取过来之后 如果它是没有被定义的 那么 就是 没有被定义的话呢 我就会去获取到 LastURL的查询 没有定义啊 不等于阿里方 那就是已经定义过的 那和我刚才是一样的 如果它没有定义的话 我怎么去获取 那这个地方 你说 你为什么这样去写呀 那我现在呢 为什么这样去写 其实来源于我们对页面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我现在呢 给大家做一个 对这个地方 再次去说明一下 那么首先我进入到HTTPs 然后呢 我进入到 我们的Cload 咱们呢 现在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页面 里边去看一下 它到底 啊 这个地方 搞错了啊 Cload啊 Cload JSRG 咱们现在呢 进入到最后一页 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和我们之前的 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首先呢 进入到这一页 它不是最后一页 我们先看一下啊 往前面走一点吧 首页 咱们在首页里边来 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地方 它显示的是什么 你看一下 它看一下它这个链接哈 这个链接呢 它是这个内容 对吧 那么我们同样呢 我们可以通过原代码 这样一个 查看原代码呢 查看元素 我们也可以去找到 这个内容 稍微等一下 这个也 这么卡住了吗 Windows的电脑就是 有的时候 就是不是太好用 我们最后一页 终于反应过来了 终于反应过来了 咱们就在这里边看吧 咱们去看到了 它最后一个 它是A标签哈 HREF369 所以呢 这个地方对应到我们的代码 就是说我如果这个地方 获取过来了之后 我们对比着看一下 HREF 我们这个地方是有HREF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这样获取过来了的话呢 只要不是在最后一页 那么它应该是有的 那我们对比着看一下 我们最后一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跳到最后一页去 到最后一页呢 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点一下这个地方 大家会看到这个A标签 A标签 它的HREF是不是没有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对比了这个代码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如果它有的话 那说明它不是最后一页 那不是最后一页的话呢 和我们之前那个讲的解决是一样的 如果它是最后一页 我怎么去获取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它里边有一个 有没有别的东西 你看呢 它有一个 Current Page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获取它的那个 Current Page 来取得它的值 那你说 我们在其他的页面 我们能不能也用Current Page呢 我们去看一下吧 好吧 我们 正常情况下 应该都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 比如说第四页 第四页的话呢 咱们去走到第四页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咱们呢 去找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个Current Page 等于四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按我们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 总页数 对不对 获取总页数 你看 咱们这个地方 写了这么大一坨 是不是觉得也挺麻烦的 获取总元素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去将它优化一下 怎么优化呢 其实 用了 说了这么多 咱们无非 就是要用这个 OK 这就是总元素 这样就获取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也不会存在 这样的一个问题 OK 那么咱们现在 再来运行一下 我相信我 讲了这么多 应该 大家应该 清楚了这一点吧 好 369 无论是我是在首页也好 还是在末页也好 第一页 好 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看到 可能就这个地方呢 好像是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为什么就只有一页了呢 对不对 它是当前页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这样去写 它是当前页 对不对 那我这个地方呢 我是总页数 而不是当前页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并不能这样去写 所以呢 还是要用这样一个内容 就是说 我这个总页数 还是要 以这样的方式去获取 OK 所以那个当前页 这种写法是不对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完美的 一个效果 OK 这样到末页的时候呢 到末页 这也是没问题的 没有任何问题啊 大家看到 OK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个内容呢 就已经把它搞定了 大家 觉得简单还是复杂啊 自己心里 大家应该都 有数了 那么 这里边呢 其实 大家看到好 我们这里边呢 主要是 基于手动的 这样一个数据的抓取 那么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呢 就作为我们的一个 进阶的一些知识点 我会将大家 做一些自动化 相关的这样一些抓取 还有包括我们一些 并发呀 相关的一些操作 那么我们 详细的课程呢 我们在后续再来讲解 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再见